有時候就看得更好 這個畫面就很像 現在是我的 來拍攝很明顯 真的是專業的部分 真的是超一般的 他對的印象很好 非常好 謝謝你 絕對會幫你健康 謝謝各位 甚至以後還會補我 還有結尾站中午的位置 沒問題 那沒問題 謝謝你們 今天要設施真的 我們說好像磁海的方法 我知道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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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捷運機車的廣告時間 我們公司呢 AutoSar提供一個非常方便的 汽車 二手車車架的查詢網站 你只要在手機上面搜尋 AutoSar 點去我們的網站以後呢 你選中午車線上估價 裡面有16種長拍 160個車型 5000多筆資料 可以讓你是一個賣舊車最好的參考 假設你要賣BMW 你就點BMW 比如說E系列就點E系列 他在每一個年份 所有的車系都會有清清楚楚的資料跟價格 給你一個賣車最好的參考 我們還提供一個更棒的服務 填你的資料 我們免費到估價 因為呢 這個大數據的資料庫 它還是會有10%到15%左右的誤差 實際最深實的狀況 還是要看你的車況真真簡簡 我們提供給消費者 我們免費到你家 到你紙巾的地方 到你公司 為你的車子的現況 去判定有沒有事故 為你的現況 給一個精準的收購價格 當然你如果覺得這個價格是滿意的 你就可以賣給我們 馬上匯款 馬上現金 而且車子買回來 是直接過戶 不會有任何產權的問題 給你一個透明安心的中午車收購服務 哈囉大家好 這次是捷運汽車 我是小明 那在鏡頭前面呢 可以看到這台車非常的漂亮 這台車是2012年的SUBARU的FORIST 那這台車子呢 它是2.5T的這個版本 那我就直接破題說好了 因為前幾天我們是去跟客人去收購回來的 這台車子呢 它的收購價格是28萬 那這是我們的合約書給各位看一下 28有沒有 我們收購價格是28萬 好 那這台車子呢 我們的店面售價是42萬9 那網路約會價呢 限責3萬呢 是來到39萬9 今天的節目呢 內容非常的豐富喔 第一個東西就是 當然我們一定會去做 100公里的油耗測試 我們也會去做0到100的測試 也會去做高速隔音的測試 回來的時候呢 我們會請祭司 就是將車子用頂高去頂起來 看它的底盤 看它的引擎 看它的變速箱 有沒有剩熱油的這個狀況 我們會把這個車子 就這個車礦 我們會看到原廠去 去做一個保養跟維修 我們就來看看 到底原廠它的保養維修費用 到底會落在哪裡 我在購買這樣的車子的時候 我後續 我到底要承擔多少的這個保養成本 今天的節目一定會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我們現在呢 就事不宜遲呢 我們現在就開著這台車子 我們就直接去做一個入試 我們來看看它目前喔 這台車子是還沒有準備過的 它目前的這個原況 它到底是怎麼樣 好的 那我們現在來為這台車 做0到100的加速度測試 那這個車子呢 它的最大馬力輸出呢 是230匹 它的最大的扭力呢 是來到32.6公斤米左右 那這個車子 它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是2.5T的 也就是 它是2500cc的渦輪分壓引擎 然後 但是SUVARU的車子 採用的是這個水平對位引擎 那這個車子 它又有配四輪驅動系統 那本身的變速箱 是四速的這個手自排變速箱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樣子的這個 機械組合之下呢 到底它實測0到100 它的加速度的表現 會是怎麼樣 那我們就這樣子 來做一個測試囉 好 我們現在準備要開始了 Go 100 9.13 9.13秒 它這台車子呢 它測出來的這個 0到100的加速度呢 是在9.13秒左右 它的換檔的這個速度 因為它才四速車 所以它換檔的時候 會比較延後 所以它一檔呢 其實可以拉到很高的一個轉速 然後當然它在換檔的時候 你就會很明顯的感覺到 這個車子有一個推力再推出去 那它跑出來秒數就是9.13秒 9.13秒 9.13秒 那以上呢 就是這樣子的這個 0到100的加速度呢 提供給各位觀眾 來做一個參考囉 那我們現在 我們就去進行這個節目 就是 100公里的這個高速油耗的測試 好 那我們現在呢 也把油給加滿了 然後呢 我們也將那個里程數歸0成0 那我們現在就看到楊梅區 這樣來回跑100公里 那我們就回來之後 我們再來把油加滿 我們再來看它的油耗是多少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也去分享一下就是整個開起來的感受是什麼 OK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出發 好吧 我們現在要準備出發雅梅了 然後呢 我們現在還在台北的這個市區的道路 那因為城的路這邊 其實它的那個路況沒有很好 就是比較顛簸 那 在我看到這個比較顛簸的路段的時候 其實可以很明顯的聽到 就是它的 後面 不知道是門呢 還是後面的這個物品 它可能沒有放好 所以會有一些異音的產生 那我自己覺得說 這個聖定人 它的椅子真的是比較偏硬 它的椅子 然後你用手去摸它的椅子 其實它椅子的厚度也沒有很厚 那其實坐久 因為我這個人 我可能是 腰比較不好 所以我覺得坐起來是比較 沒有很軟很舒適的感覺 但是 如果你在車子 你把它設定是一個 運動越遠的話 它確實它有那個調性在 那不過我覺得 在整個 在整個 後面的音音會稍微偏大聲 但是那個是 在 遇到窟窿的時候 它我們等等 我們就會上去 那個 國道 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高速軌音 到底它的狀況是怎麼樣 對 因為我自己 我自己對 蘇巴路的車是沒有什麼 太多的研究 然後另外就是 就是 就是我 我個人對它的車沒有說 非常特別的喜歡 對 我也沒有很喜歡蘇巴路 因為在車裡面的這個質感 確實就是 塑料感是比較重 因為這新車價也來到116萬 對 然後車內的塑料感是 確實是很重很多 對 然後像它的類似板啊 等等之類 我就覺得 見仁見智吧 它可能把 造車成本都放在引擎 跟它的四輪驅動上面 因為蘇巴路他們的這個 全時四輪驅動 是非常有名的 有人就說啦 四輪驅動第一名就是 奧迪的跨處 那第二名就是這個 蘇巴路 在全時四輪驅動系統裡面 這兩個品牌是 非常的厲害 那整個開起來 我覺得它的懸吊是 比較便宜一點 真的是比較便宜 目前開起來就是聽到 後尾門 後尾門它那個緊密的這個程度 可能比較 沒那麼緊密 因為我試過蠻多台佛利斯特 幾乎好像都是會這個樣子 就是 在這個年份之後 好像都會 後面的尾門好像會 很朗朗這樣 但是不知道是哪邊的這個聲音 有可能是它本身它的避震比較硬 這台車避震真的是比較硬一點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路段呢 是五陽高架的這個爬坡路段 那我們現在就在油門稍微重彩一下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見它的引擎的聲音 因為 其實說實在的就是 我現在講話其實是蠻吃力的 怎麼說呢 就是我要花比較 比較多的力氣在講話 因為 我們 整個車子裡面的這個風切聲 還有這個泰造聲其實是蠻大聲的 我覺得 這個隔音品質沒有非常的好 然後 另外在油門在重彩的時候 其實引擎傳遞進來的聲音 還好 反而是 聽比較多的應該會是 這種沒有密閉的這種風切聲 非常大的大聲 那我不確定是不是因為跟車身高 或者是說跟它底盤設計 或者是說 我們可以讓鏡頭看一下 或者是說像 它引擎應該開了一個孔 那我不知道會不會跟這些的聲音 會有一些關係 因為 你有一些突起物 那勢必會有一些風阻嘛 對 那這個就是 呃 我是不知道這個有沒有一個原因 但是 會明顯聽到很多很多的風切聲 好我們剛剛呢 我們在做完這個高速隔音測試的時候 很明顯可以看到 它在這個柏油路段 就是柏油顆粒比較小的時候 它的這個 呃最低分貝是79 但是它遇到這個伸縮風的時候 它可以來到84到86 那 我們在測過這麼多車 其實這樣子的這種 特內隔音的數據其實是不漂亮的 因為80幾分貝 說實在是真的真的是蠻 蠻大聲的 那尤其是後面 它的後面的聲音真的是 它有胎罩聲 有門片聲 那另外還有非常大的風切聲 對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整個高速隔音的這個分貝數據 它提供給各位觀眾來做個參考 欸真的有點吵 打風切聲的 風切聲的太大聲 這要點進去喔 因為現在楊梅路段的五陽高架風超大 回去好像會更大 對 然後它整個 整個聲音 哇 攏蓋整個 車室裡面 聽酒 聽酒真的會有點焦慮 還是因為我們歐洲車 開 習慣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喔 洋漁用罐 對 洋貨用罐 可是這聲音真的太大聲 我不太能接受 你上的這個進口車 我記得當時到台灣就只有 我印象中我有賣過的像洛克 像 MUNANO 這種車子 但是它說它的風切聲很吵嗎 也不會喔 也不會喔 或者像 三寧 三寧的日子 它肯定也不太好 還有什麼車 還有什麼車 像這樣子的日系的進口車 再來就是 SUBARU 其實SUBARU 是 SUZU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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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ZUKI好像也有點吵 就是耳朵聽到了 就真的死開起來 SUZUKI是確實 那當然像Lessus Infinity 這種就不用講了 他們這樣子等級級距的車 一定要有一定的這個 水準在 他們就安靜 如果說你買這個車 你會想說 我就想讓它安靜 那你可以去找做音響的 因為做音響的 他們 一定要做一個東西叫隔音工程 為什麼呢 你看喔 像我記得 我有一次去參加過一個 一個車距 它那個車距呢 就是那個音響大會 你知道嗎 那個隨隨便便 那個很厲害的音響 一台車可能就是百萬音響 那百萬音響呢 它就 不能夠去容忍 就是車主的 它不太能夠容忍 它在聽音樂的時候 還會聽到那麼多的這種 外面的聲音 所以他們的這個車子 要先做隔音的這個部分 然後要做 底盤的隔音 輪拱的隔音 還有這個 風 關於風切聲的這個部分 然後裡面再去做他們音響 這個部分可能要找 做汽車音響的 他們就有辦法做隔音的處理 臨時起義 畢竟呢 它是2.5T 四輪驅動 那我們在下揚美的時候 這邊剛好有一個路叫老中路 它可以去龍潭 然後這段路呢 它是一條山路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台車子呢 到底它在山路 在彎道的時候 的操控性如何 那我們就來做這個 部分的這種駕駛體驗 給各位觀眾 來去做一個參考 那我會覺得這個車子 比較特別的就是 它的加速其實是快的 因為畢竟它是2.5T 但是 但是我覺得它就是 就是隔音真的差很多 隔音真的比較不好 然後在 整個路桿啊 的狀況 我覺得是好的 但是 到山路我們來試試看 OK 我們現在進入第一個彎 我們可以看到鏡頭 其實它的側傾不會很嚴重 側傾沒有嚴重 然後我們剛才去下面看啊 它其實用的是這個馬牌的輪胎 然後我們把它調到SPORT模式來跑跑看 但是它的這個剎車有一點聲音 它剎車子有一點聲音 這邊彎就比較大 稍微高速 它其實輕輕點一下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什麼 輕輕點一下它的這個力道就出來了 它不會說像有一些車子 這個 在Turbo Lag 比較嚴重的情況之下 準備進彎會放油門 那些踩煞車 瞬間補油門的那一散 它會稍微有點Turbo Lag 就是車會在盾一下 它也會 但是它沒有這麼樣的嚴重 對 就算是靈敏啊 那 比較可惜的 就是因為當時這個車子 這個2012的嘛 那它這個 用的就是四速的 手自排變速箱 它可能在這個密尺筆上面 可能沒有那麼密 不過有人說啊 四速的變速箱 穩定性比較高 不容易換 對 有沒有它整個車子的側停喔 不會很嚴重喔 對 那可講的是它的避震算是還蠻 對 算是蠻硬 但是因為它車身比較高 它的重心還是會 算有點高了一點 但是以這樣子來講 對比轎車來講 算是還不錯 對 像前面那台車啊 像是上坡路段喔 我們在爬這個坡的時候 其實是 是舒適的 然後呢 因為我們算邊側就是 油耗嘛 那我們油耗 我們就把這樣子這個 山路的這個部分 也把它計算進去 對 現在是準備要下山啊 在下山的路面呢 其實 車子在下山的時候 因為車頭一定會比較重 然後我們就是看它這個車子 它的這個 因為它是四輪驅動的 懸殖四驅的 我們來看它推頭的這個狀況 會不會很嚴重 因為有一些車子啊 它的這個 這個推頭狀況很嚴重的話 就會 開起來就會比較 就是 要嘛就是轉向不足啦 要嘛就是 過度的轉向 保持姐 什麼時候可以買一台 我們像這樣 這個彎啊 我們過的彎的速度 大概都在60公里左右 那其實 你可以很明顯感覺到 它的 側景幅度是小的 然後 指向性非常好 我覺得這個就是 它的AWD 的 優勢就是在這 當然AWD它不是完全是 否 脫困啊 越遠 這個部分 當然它也算是 那另外一個地方呢 就是它在 做這種彎道的抄架的時候 它的循跡性到底好不好 其實AWD的那個 最主要的發揮的功效會是在這裡 像那個AWD的Quattro啊 為什麼有人會說它的標誌會是 一隻壁虎 就表示它的循跡性非常的棒 好 東森路這邊有個東森溫泉 你去過 我去過 還有 跟誰去 跟我的 無緣的 女朋友 好不好 我去過 哦呦 它循跡性非常的棒 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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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叫 當然不能跟轎車比啦 但是以休旅車這種 調教下來 其實 整個開下來 你會覺得它沒有 不會脫離帶水 然後 在 路彎的這個 部分呢 可以稍微再 就是 因為我剛才我在路彎的時候 有稍微切比較 內彎 就是 那樣子的彎是 比較刁鑽一點的 進彎角度 那我會覺得 在整個出彎的時候 有一些車啦 比如說像你的這個 避震調教 選擇調教是沒有那麼 運動化設定的 甚至它沒有四輪驅動的系統的話 你在那個地方會出現什麼狀況呢 就是 我吃彎如果吃的比較內彎 我出去的那一剎那 車子通常都會被帶到很外面 但是這個車子呢 它給我一個感覺就是 你可以一直吃的這個內彎 就這樣子彎過去 而且非常的順暢 對 我覺得啦 這個車子 它帶給我的這種 安定性 還有這種安全的感受度 是這樣子 但是因為畢竟 大家也知道 小明沒什麼錢 我沒有辦法去測 非常極致的這種路彎 對 當然也很危險 也不建議這麼做 因為沒人會這樣開車 對 除非你是 需要跑山的人 對 好啦 我們現在回到這個高速公路上 我們現在就準備回到台北 來去看一下 它的油耗表現會是如何 有沒有看到這台車子 我們遠遠看了 以為它車子是撞車 結果靜靜的看了 發現它貼了大理石的膜 這捲台車呢 看起來就跟大理石一樣 就這樣一顆石頭 其實蠻帥的啊 C300 W205 夜車淘擠很帥的 整間公司我最想要開什麼車啊 什麼車 我最想要開那台 CLS350 公司有嗎 有啊 我們來CLS350不知道 那是什麼 計畫一集啊 你在拿去拍Model片 沒有啊 那就跑山 對 是不是 幫你演個夢 幫你演個夢 好不好 開馬可以去跑山 到底跑起來是如何 對不對 可以 到底駕駛起來的感受 是不是 帥 帥 跟我一樣 佛利斯特 像這個 這就2.0 欸 它跟我一樣啊 只是年份不一樣啊 它年份比較行 它有分XTXV嘛 XT就是佛利斯特 XT就是我們這個 它另外一個叫做XV XV就是更小台的 但是它沒有 它就沒有WATERBALL 我一開始我也分不太清楚 到底XV、XT、佛利斯特 到底哪裡不一樣 到底 Legacy 跟奧貝克 跟 Lemong 到底哪裡不一樣 我也分不太清楚 反正我對蘇巴魯的車 沒有好評 提光才帥好不好 超 好滿好滿 OK 好 謝謝 好啦那我們也從揚梅回來了 但是在這個路段呢 我們大概有跑了一個 多跑一個7.8公里的這個 山路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油耗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像目前它的這個里程數是 107.8公里喔 那我們這個回來的時候 我們加的這個油啊 是加了 9.47公升 那我們就來計算一下 107.8去除以 9.47公升 它的平均油耗呢 大概是在 11.3 將近11.4左右 我們就當做11.4左右好了 其實我會覺得啊 在這個 當然啦 就是 有四輪驅動的車型來講的話 它的車重 一定會比較重 因為它有傳動軸 有差速器的這些零件在車上 那其實在這個整趟路下來 它跑11.8公里 其實說實在 我們大部分的路段 其實都是在高速公路喔 大部分喔 其實這個要整個計算下來 它是很大的一個佔比 都是在高速油耗的部分 那在 這樣11.8這個油耗表現 其實說實在的 好像沒有特別的好 那 如果它如果是在市區的話 那我相信這個整個油耗 應該也不會太漂亮啦 那不過呢 這個就是 我們實測下來的這個結果 那就是呈現給各位觀眾 來做一個參考囉 好 那我們這台車呢 也從100公里這個油耗測試回來之後 因為我們在路上有聽到一些 異音 有時候煞車的時候會 然後它轉彎的時候 會十有十五 會有一個異音的狀況 那我不曉得說 以這樣的這個車型 這樣子是不是正常 譬如說像奧底的Quattro 它在轉彎的時候 做一個比較大的迴轉的時候 確實底盤會發出一些聲音出來 那我們現在就請我們這個計師呢 就幫我們檢查一下 那我們也會以這樣子的一個標準呢 就是以這樣的一個車況 我們明天呢 也會開到原廠去 去請原廠去做一個檢查 還有做一個保養的動作 有剩 這邊有一個在剩油 哪裡 這裡 OK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這台車底 這個部分啊 就有點剩油有沒有 看起來濕濕的 這是什麼 後取左右風 不是後取左右風 就是變速箱油 我每次來都會問是不是後取左右風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它剛好是在接合的時候 不是 因為我只知道這個 對 其他人都不知道 OK 還有這個是 變速箱油底殼 變速箱油底殼 對 OK 好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很明顯的滲漏油 的狀況在這裡 有沒有 很明顯可以看到 然後這個部分呢 明天就是 進原廠它一樣 它也會做這個地方的報修啦 它一定會報價 對 然後 再來是 來令片還可以嗎 前面的來令片 也 快要沒了 你說前面啊 對 前面 對像前方的來令片啊 因為 師傅看就是 它已經快要沒了 那 它踩剎車的時候 會有一個 很像踩到 很像那個老鼠聲音 完全可能 時候 我相信 後面還有問題 還是後面 後面還有 後面還有 好 然後像這個,這個應該是髒啦 我看這個,因為這個就是它的叉速器嘛 叉速器也是要看有沒有滲透油的狀況 可是這個你看就是它沒有油光 它很乾 這個其實就是灰塵而已 這就是灰塵 所以叉速器它是健康的 但是各位觀眾,你買四輪傳統的車 我建議齁 你叉速器已經要做定時定期的 要更換裡面的齒輪油 對,因為它的油其實不貴 但是你不怕它會壞掉 對不對 那目前這樣看來有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 這個引擎其實還蠻健康的 這個引擎是算健康的 對啊 引擎都乾的,完全沒有漏油 OK,所以我們上面也不用看了嘛 對啊 原則上應該看下面就知道了嘛 因為漏油都是由高往低處流 油往低處流 從高往低流 人往高處爬 水往下流 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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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現在 前面這個就是賣花城的啦 避震器就是賣花城的 後面就是走 我看一下是多連桿 後面就是走多連桿的懸吊 對啊 對,後面就是多連桿懸吊 後面就走多連桿 對 然後在整個車體我們可以看到 很明顯它沒有任何平整化的設計都沒有 你如果走平整化就下面比較多護板 它可以遮住很多這個風阻 所以它在下面的下汽油在帶鍋的時候 其實車子是會比較安靜 因為你下面有汽油比較完整度的話 你的車子的這個抓滴流也比較強 那你像有風啊 遇到這樣子上上下下的話 裡面會呈現一些 像亂流的這種在下 就會產生一些共鳴的聲音啊 是不是這樣祭司 沒錯 哼 告訴你 賣車耽誤了 不然我也是很厲害的修車師傅 OK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我們把這台車子一樣 是以這個車況 我們不做整理 我們就是開到圓堂去 好 出發 好啦又來到捷音器室的廣告時間 每一次就是買那麼多 可能是中獎車 可能是全新車 我們這麼專業 這麼有誠意的實測拆檢 也需要也需要觀眾的協助 如果你有一年內的進口車 我們提供一萬塊的車碼費 我們來做測試 測試可能AEB 測試自動跟車 測試油耗 測試零百 來頻道內的車輛的豐富度是更多的 當然我們不會做實測拆檢 而且我們會買我們自己的車子 那你如果有一年內 我們沒有拍攝過的國外車 我們也提供五千塊的車碼費 因為呢 我們是測試是很中立的 有好的就說好的 有壞的就說壞的 所以呢其實我們曾經也去嘗試 要跟各大的車廠借車來做分享 但是一直被打槍的 所以我們需要粉絲們的幫忙 如果可以的話 撥到我們的專線 0917 435 209 謝謝大家 嗨大家好 早安 我們今天呢 就是開著這台Polist 我們就是去SUBARU的原廠 然後去做一個 檢修還有保養 那在這台車再回來的時候 我們有去做這個 底盤的檢測 那我們有發現一個地方 有滲透油就是後取投油風的位置 還有一個滲透油的狀況 那這個部分呢 我等一下也會請原廠幫我鋪一個架 我們就來看一下就是說 到底在SUBARU原廠 以這樣的項目 他們的評估下來的報價會是多少 到底是不是跟外面的講的一樣 就是SUBARU在維修保養的費用上面會比較貴 藉由這樣子的一個過程去 大概了解知道說 這個SUBARU它在後續的這個保養維修方面呢 到底你這樣子的這個 有看到滲透油的狀況的話 來處理大概費用會是在哪裡 OK 那今天的節目我相信一定會非常的精彩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去SUBARU原廠吧 GO 好 你在這邊等嗎 可以 等 等 那要不要洗車 OK 洗車冰箱 好 好洗一下 那你要做給我什麼 現在是9萬多 9萬 9萬 那我們一點Call你好不好 那你這張2樓是 換你 2樓嗎 那你設計可以在車店嗎 有 我們三次來沒有讓我們去 嗯 嗯 上次來沒有讓我們去2樓 沒有什麼 去2樓 呵呵 我上次來沒有讓我們來 那你去2樓參觀一下 其實來他的展間呢 其實他的展間算是明亮又乾淨 算了 但是跟我們上次去Lexus 還是有一定的關係 我覺得那邊 平白的不一樣 但是 都沒有人送卡片用 好 好 好 你看桌上 空空 好 等一下 好 好 好 都是橡膠的東西 露了它的時間點應該長 是 然後這邊 這是建議的部分 就是要換的部分 如果處理漏油的部分 就這邊都要換掉 處理漏油的部分 對 這是搖壁蓋的部分 這邊 這個是它的那個 它裡面有真空管 這是它過進它的真空管 因為它管子一拆了 它應該都會硬化 就是你要拆到那個地方 就是這些管子怕會弄 對 因為它都是橡膠的 它是橡膠的 對 它東西一拆過就要換 對 然後還有核心塞的電訊 是 現在的重點就是 搖壁蓋跟 左前傳動左右功能 這兩個東西是漏油的 對 然後 就是上面這邊是公支 上面這邊是公支 OK 然後 上面就是零件 就是零件 然後就是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真空管 就是要處理比較避蓋的話 就是要處理比較避蓋的話 要處理比較避蓋的話 就會停車子 對 就新的車子 好 好 這樣我知道了 然後還有煞車體的部件 好 它這個煞車 就是它的那個滑動交代 好啦 那我們現在呢 也去這個SUBARU原廠回來 我們也去做了一個保養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就是 其實在保養的部分 我個人認為啦 其實 原廠大部分也都是這樣 就是 呃 它目前呢 它的這個 這個是 我們是更換機油 跟機油芯的部分 然後呢 在整個更換下來之後呢 它的這個費用是6,243塊 有沒有 就是有一些 它更換機油啦 呃 或者是說 它有用一些清潔劑 有沒有 煞車系統的清潔劑 它有在使用這個 所以在原廠呢 如果你有用過這個東西的話 它就是要算錢嘛 然後比如說 電子節氣門的專用清洗劑 有沒有 它用了一罐 然後W50的機油呢 它用了五罐 那一罐是580塊 那另外呢 在這個上方呢 2283呢 也就是它的這個工資的部分 就會在這邊 那整個加起來呢 就是6,243塊 這個車有另外一個 比較特別的一個狀況喔 就是我們在收車進來的時候 我們發現就是它的這個變速箱下方 有一點點這個滲漏油 那但是呢 我們在 其實在木車是覺得說 那個滲漏油是 的狀況是還好 就是沒有到 非常的嚴重 那但是我們回到原廠去 原廠還是一樣 做了這部分的一個這個爆架 那我們就來看原廠是怎麼爆的 還有發現一個滲漏油的部分呢 第一個就是搖壁蓋的墊片 搖壁蓋的墊片 然後呢 再來就是 呃 左前傳動走的這個油風有一個滲漏油 其實它的 材料都很便宜 你會發現材料都很便宜 有沒有 這個油風裡面材料都很便宜 才三千多 但是呢 有一個地方 這個邊有沒有 密密麻麻都是英文 這個意思呢 就是裡面的一些管路 比如說真空管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管件 然後另外呢還有火星塞的這個膠圈 有沒有 另外呢還有就是 呃 他有幫我們顧就是前面的煞車皮啦 前面煞車皮有點快不行了 請我們的祭司 在這個地方我們會去做一個更換 因為好像已經磨到差不多了 那另外一個叫做 滑洋洞的膠套 OK 這個 這些項目啊 喔還有火星塞 火星塞 火星塞的部分 那這個項目呢 原廠顧下來是21,391塊 其實說真的 當我看到這個爆架燈的時候 我一樣非常的 哇 怎麼那麼貴 但是我真正去跟祭司 我們的祭司去做一個討論跟了解之後 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他其實並沒有很貴 你看他從他的材料跟他的工 因為他的工確實是比較 呃長一點比較貴一點 那是為什麼這個狀況會這樣子呢 我等一下開引擎蓋給各位看 你們就能夠了解 為什麼要特別把引擎蓋打開呢 我們可以讓鏡頭看一下 這顆引擎啊 其實就是SUBARU 他非常有名的叫做水瓶對臥引擎 那我們可以看到喔 這個叫做直列四缸的引擎 那他一般呢 這個是他的活塞 他在作動的方式呢 會是這樣子 這樣子作動 所以我們當引擎一打開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更換他的這個火星塞啦 或者是說 像他上面有寫的叫做 這個搖壁蓋 什麼叫搖壁蓋呢 搖壁蓋呢 其實是氣門蓋 就上面的這個蓋子 就上面這個蓋子 其實在直列四缸你要去更換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因為引擎還打開嘛 你就直接把這個東西拆掉 裡面的電圈就可以做更換 但是呢 什麼叫做水瓶對臥 水瓶對臥的意思呢 他的引擎喔 他是擺這個樣子的 他是擺這個樣子 他是擺這個樣子 所以呢 他的火星塞會在側邊 火星塞會在側邊 然後他的搖壁蓋呢 也是在側邊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台車子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台車 這台車子呢 我們可以從這邊可以看得見 他的火星塞 跟他的搖壁蓋都在側邊 你有沒有看到 這麼密密麻麻 這麼密密麻麻 你這個光工具要下去擠有沒有 都非常非常的困難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SUBARU這種水瓶對臥的引擎 在更換火星塞或是搖壁蓋 或在處理這個引擎的部分的時候 的這個費用會高 其實他不是他的材料貴 而是說 他的工時非常的長 他是一個非常耗工的一個引擎 因為你看 這個周邊都是很密密麻麻的 這周邊的零件都是密密麻麻的 然後另外其次的就是 因為他也是日本進口車 其實搖壁蓋的這個墊片 其實就是一個橡膠墊片 但是要更換這個東西 他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也不是說他很困難 只是說他耗時的工時會比較長 那在針對於外面的保養廠 或者是說 像原廠 因為他們在估價的時候 會去去評斷說 這個車子他在更換的這個時間 大概會是多久時間來去計算他的工時 那另外呢 他會再去評分一件事情就是 好 我這引擎已經不好拆了 我這一次下來 我把周邊的這個耗材也順便把它估算進去 來去做一個報價 因為你不需要再去拆第二次 你這次修了這個 那你下次又漏哪一支管子 因為每一個管子都是橡膠 他時間久還會老化 所以他就會一併做一個股價 所以那個報價單呢 才會在兩萬一千多塊 但是我從細部去跟技師討論 跟去看這個內容 其實他的報價其實他真的不是 沒有到說像外界講說 哇SUBARU就是號稱就是什麼 日本賓士修很貴 其實他並沒有 我是覺得說他並沒有到這麼貴 但是如果跟國產車相比 那當然 因為畢竟他是日本進口的品牌 他的材料也都是用進口的 那進口當然會有一個關稅的問題 那另外呢要跟大家去講一下 這一顆水平對話啊 他引擎他的優勢是什麼 他水平對話他的作動方式呢 就是他的中間 假如說這中間有一個曲軸 這中間有一個曲軸 當他這邊在爆炸推壓的時候 這邊呢這個也會被他推擠出去 那他這個行程呢是非常短的 就是他的這個力量是輸出的 是非常的直接 跟我們一般的直列四缸 直列四缸是不是這樣 直列四缸是一四會在上方 同時爆炸兩缸上去 當他往下推的時候 這個東西還要被他推動 他會有一個 有一個物理的一個慣性 那水平對話引擎呢 他有一個優勢 就是他的爆發力非常的強 就如同我們今天在做這個 三道的這個試乘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他輕輕一點 車子就出去 他的爆發力是很強的 在SUBARU早期他可能就是 有一些車款 他的這個水平對話引擎 就是為什麼SUBARU他當時賣不好 就是因為他當時他的油底殼 坐得比較深 所以那個時候呢 譬如說我現在在過彎的時候 我會有一個離心力 他的這個油底殼的這個油啊 會跑到單邊去 所以另外一邊會吃不到油 所以才會造成說 當時SUBARU他的引擎 會有一些的這個狀況發生 但是一直到後期 他的這個油底殼 他有去做一個改良 就變成說到後期的SUBARU呢 就比較沒有這樣子的這個狀況 跟這樣子的問題 我們這個整個SUBARU的介紹呢 就到這邊做一個段落 那我自己會這樣子來評價這個車子 就是第一個當然他的這個動力啊 還有他的四輪驅動系統是很強的 然後另外呢就是當然他有他的另外一面 就是他的保養比較不方便 他的這個車內的殼音 比較差說實在的 然後另外呢他的內裝的這個 給人家感覺的這個內裝的 呃 飾板是比較陽春的 那包含 呃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有很多的這種排檔感呢 或是 呃 儀表板的這個總成 其實他的這個塑料感都非常非常的重 但是如果說呢 你是一個越野的一個玩家 哦 你有這種錄影的需求的話 那SUBARU這個品牌 他是可以符合你越野的這種取向 這個車子呢 我們現在呢 我們的店面售價是42萬9 那網路優惠價呢 限責3萬 你只要看網路說 欸我在網路看到這一台 我們就是責3萬塊給你 所以我們的網路優惠價呢 是39萬9 另外呢 如果你對這台車有興趣 你做一個叫做 線上下訂9千塊 還可以再折2萬 所以他的成交價會來到37萬9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呢 也歡迎你幫我們訂閱分享 然後並且開啟小鈴鐺點選全部 那如果你要到現場來看車的話呢 歡迎你撥打我們的專線 我們的電話是 0917 435 209 我們的電子是在台北市北樓區 立潛路61號 那今天節目就介紹到這囉 掰掰 相信大家常常看我們這些 這麼用心 這麼耗費龐大的實車拆解 每次都買一兩百萬的車子 甚至有時候一些鏡頭車 都實際的拆解給你看 我們也需要大家的支持 那支持我們的方法非常的簡單 你只要花75塊 加入我們的會員頻道 我們會員的福利 我們每個月的1號跟15號 會上一支專屬會員的影片 您在會員頻道裡面 也可以參加我們的群組 你對於我們的發言 對於我們的指教跟建議 我們都會特別的重視 我們這樣子用心的測試 也需要有大家的支持 那支持我們的方法 就是加入我們的會員 謝謝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